您之后工作了经商 而且自己开创了自己的企业 做的也是非常好 那么您作为上海的企业家 最后把自己的企业不得已 关闭了 全部放弃了 走出来 这一个过程 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您有没有思考过 就是您看到了中国的问题 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我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我80年代中期的时候开始工作 那个时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那么我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就是几十年当中 我正好是一个这样的工作历程 其实从80年代开始的时候 我对中国还是抱有一定的希望 不是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而对中国抱有希望 我觉得随着改革开放以后 逐步逐步 就是有一些自由的思想可以 因为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能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 也拍过了很多 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电影 这些文化作品 当时在中国 还是比较带有批判性的 应该是这样的 在反省就是我们曾经的那段经历 那段邪恶的经历 共产党的邪恶的经历 那么人总归是有一个梦想 就梦想这个社会逐步越来越变好 当时中国经济也是逐步成 在这个步数当中 以前那么老百姓饭都没了吃 那么后来呢 慢慢慢慢就开始 它也逐步经济好 当然有的地方也 但是我们至少来说 看到了中国的变化 看到中国变化 但是在当时我们也很担心 很担心 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家庭 或者是我的父母也很担心 还担心什么 就是共产党呢 它的性质没有变然 它始终是一个相提运动 因为它的框架 就是这个邪恶的框架 就是这个独裁的框架 那共产党的框架 一个公有的框架 那么它在框架里面 在做这个跳动 是吧 有的是左的 有的是右的 有的是左的 有的是右的 是吧 在做跳动 那么我们当时也有这样的感触 有这样的感触 然后呢 当时呢 我经历过的第一次呢 就是六四 那六四的时候呢 我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了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六四呢 世界呢 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 就在北京发生了 这个坦克车压人机枪扫人 是吧 那么学生死了一大半 当时六四 六四当时结束了以后 我曾经到北京出差的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啊 是共产党在宣传的 好像六四没有死的 那么我到了北京以后呢 因为北京有很多的 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客户 那么他们跟我讲了很多当时死人的事件 他们主要是讲 就这北京天安门附近的医院啊 医院里面啊 这里送过几百个 那里当时送几百个 就医院根本送不进 送不进又往远的医院送 当时是吧 那么后来呢 因为我也经常出差 到海外来 经常出差 看到了很多海外 因为当时在国内 国内很多东西你都看不到 当时互联网还没有 到90年代出的时候 还没有互联网 你根本看不到外面的资讯 我是中国第一代做互联网人 1997年开始从事互联网 因为我涉及到互联网的工作 所以我当时到90年代 末期的时候 我就看到过很多的东西 因为当时还没有防火墙 没有防火墙 那么真正中国的防火墙 是从99年2000年开始 真正开始设防火墙 当时防火墙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就怎么讲呢 就是攻击海外的这个互联网 这个海外的这个 这些反共的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网站的服务器 那么后来呢 就开始做这个互联网的物理组合 那么后来就通过这个 这个中国电讯啊 开始做这个整套的互联网的这个硬件跟软件的阻隔 后来现在到现在为止 已经完全看不到外网了 是吧 他让你看就看 不让你就看就不让你看 所以呢 六四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 我就觉得共产党呢 没有放下图刀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到六四结束以后呢 其实当时也很平淡 那么后来法轮功事件呢 对我来说感触也非常深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法轮功发生的时候 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时啊 法轮功事件就92年成立 92年开始的 到97年那段经历呢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的 大家再练法轮功我也不知道 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工作 也非常忙 没有人注意 我身边呢 有人念法轮功 但是没有 大家都不注意 就是念念气功一样 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 我第一次意识到法轮功的事件 是什么事件 是1999年 我当时在一家公司做CEO 我是这家公司在李嘉诚的公司 叫美美亚在线 而且这家公司呢 股权很特别 公安部49% 李嘉诚百分之五十一 李嘉诚当在 李嘉诚当在这个 当时正好99年2000年的时候 在这个香港上市 成立一家互联网公司 成立一家这个互联网公司 叫Tom Tom.com 当时香港人呢 很多人 因为李嘉诚曾做互联网 开始做互联网了嘛 那么做网络的 而是网络那个时候 在99年2000年 是非常火爆的 那么当时 很多香港人就买他的股票 那么他就融资一大堆的钱 当时在我在上海投资6000万美金 那么这个项目 叫美亚在线 我当时是这个项目 美亚在线下属的一家公司的CEO 就董事副总经理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手下有一些人 当时呢 我公司正好在招人 在招人呢 有一个女孩子 通过了几轮面试以后呢 到我这里来 她已经 比如说部门经理面试 是吧 人事部面试都已经结束了 那么到我 我总经理嘛 当时到我这里面试 小姑娘 我记得交大毕业的 这个文学博士 戴着眼镜 那么我就当时在我办公室 我就单独的办公室 在面试他嘛 我就问他 我说您在交大 在读的 我问他一些问题 小姑娘非常诚实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法轮功的 真正的跟法轮功的学员 面对面 我就问他 我说 我说你愿不愿意到我公司呢 他说你愿意接受我 我说我愿意接受你 我说你很优秀 我说你也符合我们标准 他说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讲什么事情 他说你知道法轮功吗 我说我听说过 但是不是很清楚 他说我是法轮功学员 他说一家人都是法轮功学员 我父亲我母亲都是的 他说我们住在那个上海 那个南方商城的地方 他说我父亲已经被抓进去了 他说现在政府在这 公安局在找法轮功 他说我父亲发进去 我跟我母亲呢 现在还没有被抓进去 但是呢 现在这个公安局正在找我们谈话 他说现在我们工作都已经停掉了 我母亲工作也停掉了 所以我没有生活来源了 我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几个时间 他说已经发生了几个月了 所以说他说我急需要这份工作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 他说我是法轮功学员 那么我当时也是很诚实地告诉他 我说是公安局产 我说我们这个公司公安部有49%股份的 我说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人 以前都是老公安退下来的这些人 有的是公安部派来的人 我说在这个地方 哎呀我说这个不行啊 我说我把你造进来没关系 但是对你来说就产生风险了 我说你是不是 而且你不能跟别人讲的 你一讲一被人知道的话 那不得了的 对吧 那把他抓进去怎么办 后来呢 他非常有礼貌 我到现在我也记得这个人的形象 这个人的形象 哎呀真是 后来呢 他就感谢我 他说那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工作 然后他就很 很失落地就离开了 其实我那么多年 我一直在 一直在回忆这个场景 一直在回忆这个场景 那么我想 这就是我第一次遇到法轮功的这个世界 那么 那么我跟法轮功还有缘 为什么有缘呢 几个月以后 在我们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时我公司呢 都是很多科技的人 都是互联网的人 都是搞电脑的 应该是 是吧 那么这些人 我们当时叫电脑高手 电脑能力很强 现在当时搞电脑的 搞电脑 当时搞电脑人不多的 在中国 那么我们当时公司很有钱 你想六千万美金 那招的人都出入都很高的 你要多少钱 我就给你多少钱 我记得当时 写代码的人 每个月五六千公司 当时 99年 2000年的时候 那五六千公司很高的 一般当时写代码的人 一般公司三四千块钱 那么我们当时有钱 我们招人 要到各公司去挖人 当时对吧 那么就当时 公司很高的 就把它挖过来 挖过来 高公司挖过来 那么来了一大批 所谓的这个 这个高手 那么我们当时在开发 自己的软件系统 突然 有一次 没有人向我汇报了 因为平时每天 他们技术部人 会向我汇报工作的 没有人向我汇报了 我就叫我秘书 我说你找他 把我技术部人找来 技术部负责人找来 我说 我找他谈话 他为什么不来找我 那么 他就来了 我说 这个人叫比尔 我说比尔 我说怎么 你们站在这干嘛 我说你们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 工作不顺利 他说胡总你不知道 上面没有人通知你 我说没有人通知我 他说我们 被另外一个老总 全部都收编去打法轮功网站 他说去黑法轮功网站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说他们没有通知我 我说他们 我是一个商业行为来这个公司的 我说我没有政治目的的 是吧 我说你们去打网站就变成黑客了 对吧 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能做 不能做 我直接到他办公 找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姓关的一个副总 一个女的 我找他叫关键 我找他 我找他 就问他了 后来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以后 我一个对付以后 我就离开这家公司 我想这公司 我也不是我投资的 我让你们不要去做 你们也要去 你们偏要去做 当时之后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去做 因为当时上海公安局的局长 叫胡志明 是江泽民的 好像是外甥 外甥吧 好像是外甥吧 是亲戚 他当时是公安局的局长 当时江泽民破坏法轮功的时候 他是一个高级大主 在上海 然后当时呢 他们没有黑客团队 后来我知道几年以后 在张江成立一个黑客团队 专门去黑这个 打这个海外的这些反共网站 包括法轮功网站 那么当时他没有这些人呀 看我们公司里面 那么一大队的这个技术人员在吗 那个时候他们就把它组织起来 连续打了这家公司 连续打了 我估计大概 法轮功网站 黑了一年多 黑了一年多 这家公司总共成果 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多的时间 最后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几个月以后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人家问我这家公司未来会怎么样 因为下面的人帮我 我刚刚照进来嘛 没多久嘛 他们问我胡总 最后这家公司将来会怎么样 我说我已经离开了 我告诉你这家公司 一两年以后这家公司肯定完蛋 我说不是做事的公司 我说你们想留在那个地方走留在那边 不想留在那边走 算了 后来当时我就离开这家公司 我到另外一家香港的很大的一家公司 去做CEO去 去跳到那家公司走CEO去 这家公司一年多 不到两年时间 全部关闭 六千万美金 李嘉诚的六千万美金 被全部挽掉 全部挽掉 就大法轮功打得挽掉 那么当时的这个人的 梅尔在线的CEO 这个人叫王和玉 对外名字叫王大卫 其实他叫王和玉 这个人上海人 之后我在网上 也查到他的信息 另外我有朋友告诉我 后来因为他因为这件事情 六千万美金 被他两三年的时间 全部都挥霍掉 李嘉诚当时为了报复他 把他送进了监狱 找了个理由 叫公安局会 最后找了个理由 这个人就像共产党的一条狗一样 打了法轮功 为共产党做事 最后因为 李嘉诚的钱被玩掉 他背了黑锅 整整盼了二十年 当时这个人大概五十多岁 他二十年后我估计要七十岁 可能即使减薪了也就准备六十多岁 现在假如说他刑满释放的话 二十年里刑满释放的话 现在应该在外面 所以这个就是做公共产党的走狗的 最后下场 盼了二十年 叫王和玉 大家可以叫王上查 这个我讲的都是非常真实的东西 那么 这个呢就是 我想啊 作为我 作为一名 作为一名 就是企业管理者 我对中共的认识 大概就是这样的认识 就是我觉得 之后我跟法轮功学员 有过一些接触 就在国内我也碰到过一些 但是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法轮功啊 为什么会被破黑 我觉得法轮功 你看啊 宣传的就是真 善 人 那么这个最大的奉点 真善人 是吧 你们这个很多法轮功的学员 只要在上街游行的时候 就是真善人 那么真 法轮功其实 虽然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 但是他必定 成为共产党的敌手 为什么 法轮功宣扬的是真 共产党是造假 共产党所有的都是造假 历史也造假 是吧 所有一切都是假的 整个共产党 你说共产党的历史也是造假的 是吧 他为了他的政治宣传 他造假 是吧 所以一个是 他们是说假话 做假事 做假产品 假历史 是吧 一切都是造假的 真跟假是一个对立面 是个矛盾体 是吧 你跟他这个对立面 善 那法轮功宣扬 人性的善 是吧 那么共产党呢 就是恶 你看共产党的官员 家家都是家财万贯 是吧 那个钱哪里来呢 都是老百姓 是吧 共产党说老百姓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说 共产党最大的假话 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呢 你看我们的人民 从49年开始 被共产党所谓的解放 到现在你们去看看 那些广大的农村 你去看看 那些人过的是怎么生活 到处都是受苦的民众 是吧 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天下 你不要说在普通的这个广大的这种贫困的地区的老百姓 我就讲我们浙江上渔 中国最富裕的农村 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自杀 没有钱看病啊 我们家有个亲戚 那从小跟我关系很好 很近的一个亲戚啊 他当时生了个病 你知道他跟我讲 他说我把房子都卖掉 是吧 他没钱看病 把房子都卖掉 在浙江上渔发生 在上渔我们的老家那么好的地方 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徐州的这个铁链是铁链女事件 你看 老婆都是买的 看不起老婆 那个娶不起老婆 娶不起太太 很多人绝大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娶不起老婆的呀 这个广大的农村都是这样的 我们老家都有 我们老家那个中国最富裕的农村 都有卖老婆的从这个云南 从贵州那个地方买来的 在广大的农村买老婆是不稀奇的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 大家都认为这个风险好像徐州地区有几万的卖来的 我跟你讲你们对中国根本不了解 我二十多岁就走遍整个中国了 哪是哪是那个地方呢 全中国到处都是 你不要说徐州的苏州无锡 最富裕的那地方 我们老家浙江绍兴 宁波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说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哪里为人民服务啊 你随便找个村长抓起来就是几千万几个亿 那么所以共产党的天下它根本不是人民的天下 就是共产党 其实再大一点讲就是整个国家 就是被这个十几个家族所牢牢的控制 我们的人民就像他们奴隶 我们的官员就是他们的奴才 是吧 那么这些官员呢 就是跟共产党一起来做欺压农民 每个地方的官员都是当地的土皇帝 老百姓没有活动啊 现在我们中国你看 有那么多的人离开中国走线 中国现在是整个全球的最低洼的 人类道德的低洼 是吧 全世界任何的国家 你哪怕在非洲 在贫穷的国家 老人倒了总归有人去扶吧 你看在中国没有人扶的 为什么 道德领先 没有人敢扶了 你去敢扶一下马上就讹诈你 马上讹诈你 中国人的坏 那个华人的坏 那 那是已经毫无底线了 毫无底线了 对吧 那么真善人 法轮功是宣传什么 法轮功宣传 善 做好事 那么共产党在做恶事 人 是吧 真善人嘛 人是什么 人就是我们即使吃了亏 是吧 我们即使受了迫害 我们要忍 我们要忍 是吧 我们要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人的 就是对人 我这是我肤浅的对人的 当然我是很肤浅的对人的这个解释 解释 那么共产党呢 不是人 他是怎么暴力 你不要人 要暴力 是吧 共产党那么多年一直都在宣传 是吧 镇压 血腥 暴力 斗争 是吧 那所以共产党跟 这个他所宣扬的东西或者是他 所做的真实的东西跟法轮功 所宣扬的东西是完全 被盗而止的 完全是这个对立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法轮功 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 那么相信共产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 做坏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你想一个人假如说不想做坏事 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退党 是不是这样 那么假如做退党的话 那共产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就信共产党的 其实 你 其实你说有人信共产党 我相信很少人 有人是真正信仰共产党 现在进共产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共产党那边 哎哟我拿一个这个 我这个叫什么这个 这个叫这个 党票 就是我拿一个党票 我将来可以在共产党内部可以升官发财 我可以升了官 升了官以后在共产党内部你升了官吧 你有权了嘛 有权就有利了嘛 对不对 那么就叫权利权利 对吧 那么共产党你在共产党的官里面你做官做的越大嘛 你贪污越多 就共产党让你就做坏事 是吧 所以说我我当时作为一个企业家 我也没有进过共产党的体制 但是我所看到的共产党这些行为 包括我所认识的从小认识朋友 最后加入共产党以后这些人都是在干坏事 而且是厚颜无止的干坏事 那我以后会介绍这些具体的这些人 具体这些人他们干了哪些坏事 所以呢我想 现在目前整个社会的这种根源 就是到现在为止整个道德堕落的根源 其实跟共产党是完全有关系 是吧 那么我想最终的中国社会的问题 也就是共产党责政这个七十多年 把整个中国传统 社会的传统道德这个价值体系全部都打破了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祸害 中国就是现在目前中国社会也是世界社会在堕落的 最终根源 特别是共产党一直在不断的从 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年代开始 从八十年代开始 因为共产党有钱了嘛 然后他不断的输出这个邪恶的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理论 在全世界各地搞什么 孔子学院啊 搞什么 还有这个 还有就不断的就把 把那些这个共产党的这种 这种收买 这个用金钱来收买这个 这个西方啊 或者全世界的这种政治人物啊 现在全世界的最大的祸害的根源 其实就是中共 你假如中共完蛋的话 可能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这个 这个邪恶团体啊 可能也都会倒掉 所以我想共产党已经不仅仅是 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个祸害的根源 它其实已经是整个全人类的社会的祸害的根源 我在中国工作有三十多年 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人物 那这些人物呢 有很多都是在中国政界的人 他们也曾 我曾经了解过很多这个 这种 我其实我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证明 就是中国共产党 祸害世界的这些 证据 那么将来呢 我想我有时间 我还会跟大家分享 来揭露这个共产党 祸害中国和祸害世界的这些 真实的这种秘密 好吧 我想这个中国共产党 应该就是祸害全人类的这个最大的毒瘤根源 这是我的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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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